年底抢人大戰開打 50家企業向北科大開出共300個實習職缺 更有五成企業承諾如果轉正職 實習年資就算做未來年資 其中很令人羨慕的就是這間公司 為了要著母20幾個優秀大學生 開出28K月薪 我們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策略 就是ride people on bus 就是找對的人上車 實習生就能領到28K 當然也要有點貢獻 每兩個月執行一次專案 還有其中期末考核 不同職能的學生 包含行銷商館 然後UIUX設計 然後還有軟體開發的學生 做一個組隊 讓他們可以體驗 從一開始的產品規劃 到中間的軟體架構 到最後這個產品的商務模式 其實不止炎華 祭出28K高薪 光寶招攬大學生 到廣州等大陸廠區實習 月薪6000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27000 另外向仁保開出工程師 基台測試人員等13種職缺 永豐銀則是打出150元時薪 最近有一個趨勢在轉變 就是反而是企業界 他們來跟我們要這個實習的人才 這個機電跟電資產業 他們的實習薪資會比較高 企業攬財主動出擊 甚至對還沒畢業的菁英 就肯花錢來經營 他們的研究所說 他繼續栽培他 給他烘烘厚的這個獎學金 就是說鎖住這樣的一個學生 到他們的這個企業裡面去做工作 看來大學生豐富的創造力 漸漸獲得企業肯定 絕不是只值22K而已 東森財經新聞劉志揚昭 台北採訪報導 012raum 好 熊博